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现如今 汽车市场可谓是百花旗放百价争名 恶大车型层中不雄 其中不乏许多行情大好和骁龙低迷的车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款 开身国产最实战的BG车 力翻820 它的市场定价只需要千万起跳 但却因为车名让不少消费者感到不吉利 一而嫌有人问津 在外观设计上 这款车采用的是六边形造型的砖网 同时采用了四根等间隔排列的镀铁条 加以装饰 前大灯足使用LED光源 光动十足 除了LED的是宽灯外 还有自动式头灯 车身线条十分流畅 整体看上去力翻820具有相当高的颜值 而且车内空间也十分充裕 可以很好的契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现在是布局上 采用的是高清晰度的触控式的显示屏幕 整体风格有点形似层性的大众风格 至于动力 力翻820使用的是1.5T发动机 同时匹配以5速手动或8速手机体变速箱 因而它的功率最高可达141把力 流去最大也有234牛米 总体动力性能也还是较为不错的 力翻820整体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美观大型的外观 简约干净的内饰布局 表现不错的动力性能 所以这是一款工人最实在的国产比较车 但是遗憾的是 力翻的名字让人不免联想到力翻 素兰最为讲究其力的中国人 大多不愿意买上一辆名字与买辆车 就翻车相信的车型 正是因为此 力翻虽然价格评价 却无人问及 不愿意买上一辆名字与买辆车 不愿意买上一辆名字与买辆车